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T聚焦单元一连五天 带您来关注虎年少子化在教育方面的影响 而各县市政府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政策 接着来看到少子化虎年生效双重效应 在苗栗县今年的准国医生预估会减少369人减14班 而竹南镇指标学校竹南国中预估将会少了3到4班 苗栗县减班不减师的保障正式教师 相对代理代课老师就得担忧原额减少冲击了 学期还没结束得先密行其他的缺额预做准备 少子化虎年生效苗栗县内国中几乎都有减班的状况 教师原额出现变化代理代课老师也得烦恼 一个班级国中编制2.2的情况下来 可能会减6到8位老师的原额 那这样减克下来以教育处目前的立场 他是针对正式老师是减班不减师 那对于代理老师呢可能就必须要等全部盘点之后 有可能计算出来的剩余的课程 或者是就是缺的课才会让代理老师开缺 然后让他们去考 所以相信一定会有影响 指标学校之一竹南国中周边人口稳定成长 预估减3到4班可减少6到8位的教师原额 苗栗县准国医生人数可110年度相比减少了369人 班级数预估418班比去年少了14班 苗栗县减班不减师保障正式教师 代理教师也没有落下 配合中央的额外的那个合理原额 或是专长教师的那个原额部分 有增加一些就是外加的原额 所以代理老师部分的工作部分 应该受到影响比较小 那只是说可能在工作歉意或选择上面 可能要到其他的地区学校去就职 代理代科何去何从 那多转站其他的乡镇或县市 亦或转换跑道 尽管普遍认为过了5年就会好转 但是少子化无止境 代理代科教师受到的影响 一时半刻恐怕无法解决